吳茂坤 我改善市任務可以不換 吳茂坤一定說明清楚 為什麼教育部長可以阻止一個合法領選的台大校上任 吳茂坤 請您講清楚 你在之前跟華大學上訪的時候 參選跟華大學上訪的時候 參選跟華大學上訪領 2016-2016-2019-2019 吳茂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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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這樣子在媒體面前不關於你嗎 我是台大的學生 我要你要我要從你說明 吳茂坤先生 我是台大的學生 我要你說明 吳茂坤先生 吳茂坤先生 你要這樣子夾你巴撈跑嗎 在所有媒體面前 人民面前 我沒有選舉 我沒有選舉 進來說吧 進來裡面說吧 我是台大的學生 為了國民黨的選舉 對不起 我是台大的學生 我不是為了選舉 為了國民黨的選舉 吳茂坤先生 我從來沒有為了任何選舉 我是台大的學生 今天我要說明的是 如果一個合法領選的大學校長沒有辦法上任的話 台灣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我在今年六月即將會畢業 我不希望我的畢業證書上寫的是 校長不詳 校長缺席 這樣一個字眼 因此我今天要求 吳茂坤教育部長 公開說明 剛剛一個小時的專訪 完全沒有提到 教育部為什麼有資格 可以把合法委員會的相關資料 給退回 法令 大學法 並沒有給教育部這樣的一個權利 因此我要求 吳茂坤說明 但是 他從頭到尾 不發異語 這是對民主的恥怒